国内第二波疫情五月爆发后 中央禁止餐厅内用 室内五人以上群聚 相关展演活动场也接连关闭 艺文团体只能暂停演出 对此行政院寄出 艺文纾困4.0方案中 针对无固定受雇者的自然人 每人补助三万元 分三个月补贴 不过花莲表演艺术联盟执行长 萧凯玲认为 扣除几本营运开销之外 其余帮助也不大 因为我们有例行的这个演出 比如说例行的柱子上 比如说在酒店饭店的固定的演出 还有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在餐厅里面 所以其实算起来的损失 真的还蛮惨重的 这样的补助的情况之下 其实因为基本的开销 其实就没有办法谈到 就是这个补助可以帮到其他的部分 只能把基本开销的部分 可以去做一个疏缓而已 尽管先前申请的纾困金额只能救急 但还有部分演艺团体 对纾困方案是看得到吃不到 今年成团即将迈入第31年的 台北商务艺术团表示 因为是非盈利团体 并非公司行号 收入结构跟一般有固定收入的产业不同 所以在申请银行纾困贷款这条路上 就失去了入门资格 艺文我有听那个课程上课 好像没有资格 因为我们毕竟是非盈利 因为我们是在文化局 这边申请的一个单位 还是有团员在问 我们很多族群 我们在新北市的原住民的团体 也蛮多的 应该都有这个困难 不过好在政府贵了顺应民心 6月30号针对非盈利益文团体 纾困贷款方案 做出最新说明 提出最关键的实陈信用保证 并全额补贴信用保证手续 以及银行的服务费 并补贴一年的贷款利息 希望为演绎团体的经济损失之谢 原知新闻给了我们一顾台北市采访报导